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 今天 是農曆年甲晨年 的正月十七 我自從農曆新年都習慣了跟大家繼續說今天 是農曆的甚麼日子 所以想想想 也可以繼續放在節目的最開頭前面 讓大家 就是勢力和農曆可以 同時知道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香港的種種情況 近日 夏寶龍下來香港 然後大搞親民鬧 四周圍 打工作泣 拜年 去喝茶 吃燒賣 不知 就是把那個叫做戰狼姿態 暫時放下 反而 香港就是有一群無恥之徒 這個 其實我們也經常都說 政治觸覺相當之薄弱的人 這個就叫做葉劉淑儀 香港的這群建制派 有很多人仍然今天 聞不到北京的那種味道 北京 是想叫你 搞好香港經濟 不是 跟別人辯論經濟 搞戰狼經濟 但是香港這群傻傻傻 不斷地以為爭取了 其他人 經濟就會復活 即是說 其實現在 經濟問題又變了 嘴巴戰狼的一部分 你說多麼愚蠢 經濟是不用爭取的 你有數字的 是上升 你自然就會贏的 香港 很無奈地有一大群 跟五毛是一樣的人 總之就是要跟人吵架 好簡不簡 更加簡著 是中國大陸的前好朋友 這個叫做大摩的邏輯 這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 踢爆葉劉淑儀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 香港 香港 夏寶龍下來 是叫你搞好經濟 不是用口來搞 這個 就是北京最新的意思 截至今天 這節節目為止 我們暫時還未觀察到 北京 這次下來香港的強硬姿態 反而 夏寶龍的所有身體語言都告訴你 現在 要將 最硬正的 強硬路線 暫時放低 即是說北京現在 屬於香港 要搞好經濟 而不是 被香港那群無恥的戰狼 每一件事情上綱上線 無奈地 香港有很多建制派人物 其實政治智慧 是相當之薄弱的 因為他們習慣了做奴才 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 是要如何定位的 葉劉淑儀更加以為自己 就是跟人們吵架 做嘴巴戰狼 戰勝對方 香港的經濟就會回復 開講也有說 事實勝於紅便 紅便滔滔也沒有用的 更何況 你不是紅便滔滔啊 你是三秒被KO啊 你又要跟人爭辯 又要被人KO 還有就算爭辯了 香港的經濟數據 樓市 股市 樣樣東西沒有回升的時候 就算你爭辯多少次也沒有用的啦 話說 大摩前高層中共的前好朋友早前 在金融時報 說這個叫做香港玩源 這個立即 震動了整個 香港的政商界 因為已經不再是 普普通通的黃絲 所謂 用括弧括著唱衰香港 而是 具有份量 國際 金融人士說你香港還原 所以 他們覺得震撼 是正常的 但是震撼 的方式 不是去 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很正常的 因為香港這一班人 不可以坐飛機 去找對方喝茶 跟對方解釋香港的情況 對方解釋香港的情況 很多香港的建制派 根本去不了美國 好 而且就算可以去 他們也不敢去 如果去了 被中國大陸說你做美國間諜 那就出事了 所以他們想出來的 下下策 就是當有人質疑你香港的經濟的時候 他們就出來 是戰狼外交官上身 實際上他們現在的行為 其實跟當日 的耿爽 華春瑩 趙立堅 是沒有分別的 以為爭取了 就會戰勝 所以現在 在中共治下 香港 是由一班 一代不如一代 的垃圾 是暫時盤踞著的 被一些政治智慧那麼低的人控制住 香港 的藍絲 你還覺得有甚麼出路可言 你真的還覺得 跟香港的黃絲有關嗎 不過你的腦袋也有問題了 這個地方你想不沉淪也很難 不沉淪 不合天理 結果葉劉淑儀 非常之 傻 竟然說對方不了解香港的原因 就是 他很久沒有來香港 按照他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去過美國 你就不懂得評論 美國的股票了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邏輯真是有夠白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都沒有去過美國 又沒有去英國 那麼你天天批評美國 跟英國做甚麼 是不是 你們都不知道當地的情況 這個是你的邏輯來的 經濟學家怎麼評論經濟的 原來 好像探險家那樣 要去那個地方 考察了 在這裏居住了 才可以評論經濟的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你說這種言論 多麼白癡 所以結果邏輯 變了跟葉劉淑儀 鬧交 緊急澄清 說我去年 2023年 我才來了香港 三次 葉劉淑儀 死不悔改 繼續 留言說他根本不明白 香港股市起伏的因果 於是 羅琪也辯論上頭了 因為大家本身同屬 是中國好朋友來的 但是現在 香港的這班人渣 反面不認人 所以羅琪也忍不住 反駁葉劉 說香港股市低迷 走去歸咎 是美國聯儲國 這件事是荒謬的 香港 的股市崩潰 是由北京 一手造成 這個評論 也是走向了政治的評論 葉劉 繼續是他的愚蠢言論 你不了解香港啊 你來香港三次 不夠的 結果又變成了在香港的次數要夠多 更加白癡的是 葉劉淑儀跟著引用2019年的數據 說香港 全球雜資數字 當時是排第一 那麼你說 這樣的辯論 水平 有多麼低呢 現在人家在說香港今天 那個數據 你不如引用 30年之前的數據好不好 沒有 你說回2019年 2019年正正在香港 那個經濟的情況 還沒有 被反映出來 所以 整個 現在的經濟情況 是當年的滯後的反應來的 即是說 現在 將當年 動蕩的結果 還有 那種 政治的黑暗 現在反映在經濟上 所以你說多愚蠢 吃完毒藥會死 葉劉淑儀跟你說 你看看我還沒吃毒藥的時候 你看看我 多 活潑 多麼精神爽力 現在人家在說你吃了毒藥之後 即是 是2019年之後 通過了國安法之後 白痴 所以我們經常都跟大家說千萬不要妄自匪博 香港 很多出名名人 政治上面 又說很出名 盤踞了高位的人 有很多根本是白痴 他們唯一能夠上位的原因 就是在做公公 即是說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和香港 都是一個太監社會 由一班白痴控制住 這一班白痴 真是比塔利班還壞 基本上 天天在說一些最荒誕的事情 然後自己做夢 偉大崛起 然後東方勝過西方 信的人更是白痴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發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 通過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